见儿子如此胡闹 老父亲边说教边卖惨 为了不让荣若为难 四贞最终还是决定留下 怕只包不住火 明珠第二天就来面圣 将四贞来到自己府上一室 直接告诉了皇上 可让明珠没有想到的是 皇上的说辞竟和自己的儿子一样 还特意叮嘱要好生照顾四贞 有了皇上的这句话 明珠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好忍着烫手的风险 拿着这个山域 点到为止 皇上转移话题提起了选秀仪式 还特意提及了一个女子 明珠意会到了皇上的意思 便在选秀场上做出了这样的安排